这什么情形啊 下了楼了我们这儿 还对做核酸了开始 我没看我们群里通知 那个就是在这牌子吧 要不然也不行了不做 做核酸了就又哈尔滨 就是又有确诊了 你看这不都留着孩子来做核酸的吗 这都不开学了 接到通知的居民 瞬间人山人海的牌子 全市人现在正两盘了 防疫人员在消毒 哈喽大家好 我是范德荣姐 我这要去出业事去呢 刚下楼 然后看我们这社区就发了个紧急通知 我们这就做核酸 马上就下楼去做核酸 哈尔滨又出现了疫情 今天是3月1号 也是哈尔滨孩子们开雪的日子 做核酸的可多 都领着孩子们去做核酸 孩子开不开雪了 能不能正常开雪了 他说不开了 先回家等通知 看一下咱们这个官方有没有发出这个消息 哈尔滨确实新增了本土确诊 15例病例 有4个是无症状的 有一例是轻型的 有普通型的 4例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一共是确诊5例 哈尔滨这次是躲过了除以1 躲过了15 没躲过2月2 这还有几条过2月2的 确诊病例出来了 反正啊 现在也是 这病毒吧 也是狡猾 也说不论什么时候就来了 这个谁也 谁也真是没有办法去 太狡猾了 这个病毒 年前 去年哈尔滨 这是多少次的 反正就希望哈尔滨 这个次 现在这么及时的 就马上就开始了核酸检测 就希望 赶快的在短时间内控制住 别有太多的病例出现 这些孩子家长们都盼望 能赶快开学 因为这些神兽 实在是太不好弄了 赶快交给老师 他们好松口气 家长这回用 用心拔凉拔凉的失望 就接着回家和自己的神兽 斗志都有吧 这5例的确诊病例 是均在到外 今天早上出早事 我旁边卖凉的老弟 说哈尔滨有确诊的了 在到外 我没当回事 我以为大家都瞎传了 他就说 哎呀可别再有确诊的了 哎呀这去年都啥样了 这再有确诊的 这怎么整 这关键问题不是别的 是这个钱太难挣了 老婆姓兜里面有钱 本来我们出早事 也说挣的数百了 都是穷人钱 因为不是挣 可别有钱还是没钱 这样钱会越来越难挣 希望哈尔滨 这次疫情 能在短时间里 控制住 你别再 有这个多了 控制不住了 风车风大了的 那可真就太难了 因为都受影响 一受影响 的话人家钱就都 都没钱 没钱 你没法流通 打消费 就各行各业都不好 实际 早事的生 要是受到影响 就是影响 就是已经很大了 因为早事的东西 都很嫌疑 而且消费也都是 普通的 再普通了 早事生意 要受影响的话 可真是的 那别的可能就更 就更 更不好了 这次是继我们 哈尔滨 元旦以来 首次发现的 阳性 核酸阳性 检查的 确诊定力 但是这次感觉 发布的 特别的 及时 特别的到位 特别突然 就马上就开始 要求我们 前提 社区通知 让我们 马上去做 克算 就感觉 他特别 快速 所以 感觉可能 不会发生 什么克算 和义友 但愿吧 然后 但愿不会发生 因为资料 比较 比较 控制的 比较突然 措施 防范的 也是比较到位的 这疫情 咋着 哈尔滨 加油吧 黑龙江 加油吧 好了 荣姐 今天就和大家 分享这些 喜欢荣姐 请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 明天见